顶撞婆婆莲花名次后退139位 一个人如果连基本的孝道都做不到 那简直连动物都不如 不下地狱隐识万幸何谈成佛 上周末回家发现婆婆曾在我的厨房做了婚时 一气之下我把婆婆做饭用过的锅子和碗筷全部扔掉了 这周末我回家后看到婆婆在用我新买的锅子做婚时 心里又是一阵切步打移出来 忍不住顶撞了婆婆 婆婆含着泪 哭诉着为我们家付出的心血 但我仍不以为然 最后婆婆伤心离去 当晚我做了两个梦 第一个梦境里 我去了一个公共厕所 里面极度肮脏 我忍着恶心逃了出来 第二个梦境 半晚我在城市里骑着电瓶车赶路 不知为何 经过一片施工地区 我跟着指示牌的方向艰难前行 突然到了一片十分开阔的地方 那边的地面已经下弯了上百米 形成了一个巨坑 而远处隐在黑暗中 根本看不到巨坑的边际在哪里 一眼望去 巨坑里的工地一片灯火辉煌 我俨然停在了一个悬崖边上 这里面有一个十分简陋的电梯 旁边的工人告诉我 要通过这片地区 只能从这个口子下去 他们递给我一根绳子 让我抓紧 我就顺着这个电梯一路滑了下去 风嗖嗖地从我耳边滑过 最后落在了一个防空洞式的地方 我还仰着头 等他们用这根绳子 把我的电瓶车也放下来 不过没等到车 只等到另外几个人也被放下来 梦境就结束了 早上醒来 我跟孩子讲述了梦境 并已经意识到跟顶撞了孩子的奶奶有关 没想到 孩子竟然告诉我 难怪 我昨晚梦见你的莲花名次 后退了139号 听到这话 我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虽然知道自己错了 但是没想到竟然会这么严重 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年 我对婆婆也曾经发生过 类似情况后的一个可怕梦境 我梦见自己在电梯中 按下了负六层的按钮 一直下降到一个阴沉幽暗的通道里 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门 我经过一道道厚重的大门 终于看到旁边有一扇门开着 我探头望进去 一个身穿银色白衣的人 背对着门口 坐在办公室前查看资料 就在他准备转头回望的瞬间 我吓得拼命沿原路逃跑 因为我知道那人就是白无常 我不能让他看见 否则就麻烦大了 我在逃跑中惊醒 发现自己原来在法会结束后 返程的飞机上 当时我觉得对婆婆不敬 是白无常管 我多忏悔忏悔应该就没事了 没有从根本上思考过 自己的错误到底有多严重 几年过去了 类似的情况和梦境再次出现 我似乎才意识到 孝顺 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 有多重要 在2019年的几场法会 和2020年那唯一的一场 珍贵的法会上 师父曾花费大量时间 和篇幅开示孝顺这个主题 当时我还愚痴地想 师父这么仔细地讲述 这些父母为孩子付出的催泪故事 应该是有很多人不孝顺吧 却从没想过 自己的问题有多大 公公婆婆 含辛茹苦地帮我把孩子带大 一年四季 悉心照顾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起居 我非但没有感恩心 反而当成理所当然 还嫌婆婆唠叨 说话不好听 公公婆婆 拿出毕生积蓄给我们买房子 我也没当回事 这些年来 在孩子身上花了大把的钱 为了与树荫 美术 编程 这些学习班 几千几万地花出去 却没仔细想过 应该给父母和公婆 买点什么 今天 我才真的意识到 自己错了 如果 未来有一天 我的孩子 只想着为他的孩子花钱 却把我和先生遗忘了 我会是什么心情 如果 孩子和他的妻子顶撞我 我会是什么心情 不敢想象 我错了 我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公婆 再次 向养育我们的父母公婆 忏悔 我错了 我忏悔从小到大 顶撞父母的业障 婚后多年来 顶撞公婆所造的业障 百善 孝为先 仁臣 祭佛臣 动物都知道 孝顺自己的父母 一个人连基本的孝道都做不到 那简直连动物都不如 不下地狱 已是万幸 何谈成佛 已是修成 只能是一句口号而已 只是一次顶撞 让婆婆伤心难过 我的莲花 就深深地跌落 一百三十九位 如果长此以晚 不知悔改 莲花还能保住吗 好在我们学佛人 还有机会 得到梦境提示 直到自己 造了大业 能够赶紧忏悔 是多么幸运 我的梦中 曾多次出现电瓶车 象征着 我做网络法布师的工具和功德 这次 电瓶车没有跟着我 一起下到地府或地狱 那应该表示 我还有机会 继续做法布师 积散功德 消除业造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护法神 感恩师父 给我消业的机会 我今天 已经向可怜的婆婆道歉 婆婆也表示原谅我 感恩我的婆婆 我许愿念诵 四十九遍 李佛大颤伟文 忏悔顶撞 婆婆所造的业障 如果 您也曾和我一样 一定要忏悔不孝的业障 因为 这娑婆世界 世事无常 一切都在变化 唯有因果不爽 计算分毫不差 就像 师父开示的 不孝顺的业障极大 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 所以为的 要大很多很多 这些业障 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 记忆的淡忘 甚至父母的离世 而被抹去 相反 很多人可能正把自己 往地狱送 而不自知啊 现代社会 人们都为了养娃 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在人们的意识中 似乎不让父母出钱 帮忙养孩子 已经算很好了 孩子病了 心急如焚 父母病了 有多少人会像 召集孩子那样 召集父母 殊不知 地狱的建设 和人间的工地一样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等着很多人死后清算啊 或许 菩萨和师父正为我们着急 才会在法会上 这样真真教会 所以 我们学佛人 更应该在孝道上 引起重视 避免有漏 牢记师父的开示 孝而不顺 顺而不孝 都不算真正的孝顺 师父给了我们慧命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 我们对待父母的一举一动 也会震动天地 希望佛有们能引以为戒 不要像火一样 造下了下地狱的夜 才知道可怕 莲花受影响了 才明白真相 修行如履薄冰 千万不要在孝道上造大业 消耗得来不易的功德 好好供养家中的父母 这两位菩萨 就能帮我们积攒大功德 千万要珍惜这宝贵的机会呀 以上分享 如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菩萨和护法神慈悲原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